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面對法官將手伸向自己的孩子時 川普半夜發出怒吼 離我孩子遠點 11月1日星期三 川普的大兒子小堂腦的川普 在紐約法庭出庭 機制地應對檢察官抓辮子的盤問 與此同時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 加快了彈劾調查的節奏 再次披露一個新證據 證明拜登從中共那裡接受賄賂 我們將根據這個線索還原出拜登隱秘的受賄線路圖 我們先說川普的民事訴訟案 有些觀眾可能聽說過《新市法庭》 又稱《新市法院》這個詞 它成立於1487年 因為於美國王室西敏宮的一個屋頂 由新型裝飾的大廳而得名 最初是由亨利七世創建 是一個平行於橫評法院的獨立機構 在新市法庭上沒有聽審 聽證亦不需要證人到場 也沒有評審團 一切都由法官說了算 形同秘密審判 而川普在紐約民事訴訟案 正是這樣一個現代版的新市法庭 眾所周知 紐約總檢察長利提西亞·詹姆斯 一心只想搬到川普 2022年9月 他提起一項民事訴訟案 指控川普和川普集團故意誇大自己的資產 獲得了優惠貸款和利息 構成了商業欺詐 並尋求2.5億美元的罰款 要求解散川普集團 而法官亞瑟·恩格倫早已認定川普有罪 上週 當檢察官的明星證人在法庭上都承認 川普沒有要求他誇大資產評估 按理說 這個案子應該結束了 但是法官堅持認為 他有一屋子的證據來證明川普有罪 所以審判的過程其實就是將這場戲繼續演下去 製造輿論效應 目的是給川普定罪 拆解川普集團 從經濟上和精神上擊垮川普 歷史上所有的暴君從來都不會止步於個人 現在 恩格倫將目標對準了川普的孩子們 原因是 川普在就任美國總統之後 曾經簽署過一份文件 授權他的長子小川普和四子阿里克管理川普集團 這樣 川普的孩子甚至包括伊萬卡 也成為了法官的調查對象 伊萬卡才是川普集團的高管 2017年1月 在川普入主白宮之前 他從集團辭職 今年6月27日 上訴法院以追訴期限已過為由 裁定伊萬卡不應成為本案的被告 然而 今年10月28日 總檢察長詹姆斯說 川普的女兒仍然在川普集團的控制下 堅持要求傳喚伊萬卡 川普的律師團認為 上訴法院早就作出裁決 繼續騷擾川普總統女兒 給她造成了負擔 辯護律師還說 伊萬卡已經不住在紐約州 搬到了佛羅里達州 紐約對她沒有管轄權 但法官沒有採納律師的抗議 要求伊萬卡出庭作證 按照法官的最新要求 小唐納德 於11月1日星期三到法庭作證 隨後 埃里克於星期四出庭 然後 川普將於下星期一出庭 女兒伊萬卡將於下星期三出庭 11月1日星期三凌晨2點 川普和梅拉尼亞在海湖莊園 參加了萬聖節派對後 就在真相社媒上大聲疾呼 離我的孩子原點 恩格倫 你是法律界的恥辱 川普冒著再被罰款的風險 在他的長篇帖子中說 目前的紐約訴訟是一場被操縱的審判 稱詹姆斯是種族主義者 稱恩格倫是討厭川普和開發商的法官 上星期三 川普因為違反禁言令 被罰款了1萬美元 法官還威脅說 這只是第一步 如果再犯 川普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後果 不過 川普並沒有退讓 他在真相社媒上寫道 這場被操縱的審判 是由種族主義的紐約州總檢察長 利蒂西亞·詹姆斯 在討厭川普和開發商的法官 亞森·恩格倫面前提起的 他本不該被提起 川普還抨擊了以作偽證而臭名昭著的前律師 麥克爾·科恩 他說 所謂的明星證人 對很多人來說 卑鄙的律師麥克爾·科恩 上週在證人席上承認他撒了謊 而且 你們最喜歡的總統 唐納德·J.川普或川普集團的任何人 從未告訴他在財務報表上誇大價值 這與他為了讓這場騙劇開始 而告訴總檢察長的情況恰恰相反 因此 僅就這一事實而言 這一虛假案件應被駁回 川普還說 此外 財務報表的價值是保守的 低估了 海湖莊園的價值遠遠超過1800萬美元 報價的第一頁有100%的免責條款 銀行和保險公司得到了全額付款 沒有違約 他們都賺了錢 沒有受害者 除了我 最後 川普怒斥法官 喊出了這句讓人痛心而憤怒的話 離我的孩子原點 恩格倫 你是法律界的恥辱 星期三 作為川普集團的執行副總裁 小唐納德·川普 在警察的簇拥下走進紐約法庭 川普的律師陪伴他的左右 面對檢察官的盤問和法官的刁難 小川普坦然自若 應對自如 他半幽默地說 自己依賴會計師 因為這就是我們付錢給他們的原因 當法官告訴他 不要以紐約市的速度說話時 小川普依然不卑不亢 將自己與所謂的財務報表撇清了關係 在紐約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上 小川普接受了檢察官柯林·法赫提的盤問 內容涉及他的教育 他在父親公司的工作 以及被監禁的前首席財務官埃倫·威塞爾伯格 在回答多個問題時 45歲的小川普說 我不記得了 並承認自己對一般會計事務一無所知 他還否認與川普集團2017年的賬戶有任何牽連 檢察官稱這些賬戶是欺詐性的 檢察官法赫提接著問小川普 是否了解公認會計準則GAAP 以及他在沃頓商學院的經歷 小川普說 我明白GAAP代表什麼 他在90年代末的《會計101》中學習了它 當被問及他是否還了解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時 小川普說 這就是我聘請註冊會計師的原因 我對公認會計準則一無所知 我會把它留給我的會計師 這就是為什麼我把它留給我的會計 他還說 我依靠專業人士和註冊會計師 我們付給他們數百萬美元 我依靠他們的意見來做出評估 在法庭上 小川普還講述了 自己是如何在911後不久加入父親的公司的 當時他才24歲 剛從學校畢業不久 之後 小川普開始參與 曼哈頓西區的一個開發項目 隨後在芝加哥的川普公園大道 和川普國際酒店工作 後來 小川普成為了川普集團的執行副總裁 與弟弟埃里克和妹妹伊萬卡處於同意水平 但川普入主白宮後 他於2017年3月簽署了一份授權書 授權埃里克和小川普代替管理公司 並負責在證書和其他類似文件上簽字 檢察官試圖通過小川普的證詞 找出川普在川普集團業務上依然發揮了作用的證據 從而給川普定罪 讓檢察官失望的是 在法庭上小川普說 在某些事情上他必須向首席財務官匯報 但在其他事情上他有完全的自主權 也開了父親與川普集團的關係 最後我們來說說彈劾調查的最新進展 星期三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 詹姆斯·科默公布了一個新證據 證明拜登變相收受了中共的錢 並認為這是中國勒索計劃的一部分 而拜登是這個計劃的核心人物 最近 監督委員會通過傳喚拜登的弟弟 詹姆斯和兒子亨特的財務記錄 獲得了大量銀行記錄 一條始於2017年7月的資金流 由中國石油巨頭華信能源CEFC 蜿蜒轉入拜登的賬戶 當天 科默披露的支票副本顯示 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拜登 直接支付給拜登的4萬美元 被標記為貸款償還 星期三 科默在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說 拜登從一家與中共有關聯 希望促進中國利益的公司那裡獲得資金 這讓他暴露了自己未來可能遭到勒索的風險 並將美國的利益置於自己對金錢的渴望之後 這是今年迄今為止 監督委員會第四次發出銀行記錄備忘錄 通告他們正在進行的調查 而拜登一直表示 亨特從未從中國賺過錢 自己也從未參與過家族的商業活動 現在 白宮依然堅持說 拜登從未從他的家族企業中受益 星期三 白宮發言人薩姆斯表示 科默的謊言和陰謀論一天比一天令人絕望 上個月底 監督委員會還披露了 詹姆斯給拜登的另外一張20萬美元的個人支票 這是一個拜登參與家族商業活動的直接證據 具體內容 我們在第1183期 彈劾拜登致命證據中做過介紹 根據科默星期三公布的調查結果 拜登參與了一系列複雜的金融交易 下面 我們根據亨特前商業夥伴德文·阿徹 和國稅局舉報人在國會的證詞 梳理出拜登隱晦的受賄線路圖 2017年夏天 亨特與中共有聯繫的中國華信能源公司的合夥人之間 交換了一系列信息 一條WhatsApp短信顯示 亨特要求對方支付1000萬美元的資本 並暗示他的父親喬·拜登就在身邊 當時 拜登剛剛從副總統位置下來僅6個月 2020年9月 一份題為《亨特·拜登·布瑞·斯瑪和腐敗》 對美國政府政策和相關問題的影響的參議院報告稱 2017年8月初 中國華信能源公司 向兩家與亨特有關的公司電匯了500多萬美元 事實是 就在前幾天 2017年7月30日 亨特向中國商業夥伴亨利·趙 中文名叫趙學軍 發送了一條威脅短信 稱父親喬·拜登與他坐在一起 根據眾議院籌款委員會6月22日公布的 《國稅局舉報人》的舉報文件 短信中提到的亨利·趙 他是當時中國赫赫有名的五大基金之一 中國加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5個月後 他有升任該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 2012年 加持基金與亨特的皮包公司 羅斯門特·塞內卡在上海自由貿易區 合資成立了渤海華美、上海股權投資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具體內容 我們在第1106期 阿徹致命證詞及亨特的前商業夥伴 德文·阿徹在國會的證詞節目中介紹過 在短信中 亨特寫道 我和我父親坐在這裡 我們想瞭解為什麼做出的承諾沒有兌現 告訴董事長 是華信能源董事長葉建民 我想在事態失控前解決這件事 就是現在、今晚 Z 如果我接到除了你、張 或者董事長之外的任何人的電話或短信 我會確保坐在我身邊的人 以及他認識的每一個人 以及我永遠記仇的能力 會讓你後悔沒有聽從我的指示 我坐在這裡等著我父親的電話 之後 2017年8月8日 華信旗下的中國公司 北方國際資本向哈德遜西三市公司 電匯了500萬美元 該合資企業由亨特和華信合夥人 董公文共同創立 就在同一天 哈德遜西三市 向奧瓦斯科轉移了40萬美元 這是亨特擁有的另一個實體 然後 2017年8月14日 亨特向獅子廳集團電匯了15萬美元 這家公司由亨特的弟弟詹姆斯 和妻子薩拉所有 在接下來的幾週時間裡 又發生了一系列轉賬 根據獲得的文件顯示 薩拉·拜登從獅子廳集團 提取了5萬美元現金 當天晚些時候 他把錢存入了他和詹姆斯的個人支票賬戶 6天之後 2017年9月3日 沙拉和詹姆斯給拜登開了一張4萬美元的支票 上面寫著 償還貸款 這樣 一筆來自中國公司的錢 隱藏了真正來源之後幾斤轉賬 最終流入了拜登的錢包 根據《網關專家》報導 拜登父子經常以貸款的形式安排收入 以避免納稅 這是典型的逃稅、洗錢和以權謀私的方式 科莫追問 詹姆斯給拜登寫的支票 作為所謂的償還貸款 喬·拜登有文件證明他借給他弟弟 這麼大一筆錢嗎?條件是什麼?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